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的它不是饭 它是花椰菜饭 要教大家用我们站所的白花椰来做花椰菜饭 在国外健身圈他们很流行白花椰米 因为它是用膳食纤维来代替淀粉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有一些人在饮食上有特殊的需求 比如说要控制糖类的摄取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它就可以用花椰菜饭白花椰米来代替米饭 因为它热量低 然后又有白花椰菜的营养素 其实还蛮不错的 刚有看到我示范怎么洗青花椰白花椰 我洗完之后就把它稍微沥干 然后把它切像这样子 一朵一朵都把它分开来 花椰菜的梗也很有营养 所以我都留着 等一下会最后把它打碎 如果你有食物调理机下去打就很方便 也不用打太久打太碎 那如果用果汁机就必须要像我这样 因为果汁机它的那个刀片的力量比较不够大 看大家的机器使用 像这样我把它先把上面那个花 把它切下来 对先去打 我也没有打到让它非常碎 因为我还是喜欢在吃食物的时候 是有口感的 所以就类似像这样的状态 打完之后你就把它分装 一盒一盒的保鲜盒 然后直接冷冻起来 记得冷冻蔬菜啊 你要料理的时候都不用解冻 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做了 就像画面中这样 其实一大朵的花椰菜打起来 大概可以吃个三餐四餐把一个人 对然后就一盒一盒冻起来 接着呢我示范一下我昨天的晚餐 因为打了花叶菜米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像有三色蔬菜 然后有梅花肉片 还有桀瓜 我就把它一起 很快速的 因为像这样子真的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的晚餐啊都吃得很简单 大部分我的白饭 可能一天只有一餐会有摄取到碳水化而物 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饮食方式 是每个人要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 千万不要进行太极端的饮食方式 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每一个别人的饮食方式 这一点要特别跟大家讲 我就放梅花肉下去 其实这样很快耶 我的晚餐都大概在十分钟 二十分钟内 我就可以准备完 上次预购的卷春辣椒很好用 对我拿出来用 这一次我们的端午预购有海味小卷酱 那个也不错 所以就是这样轮着用啊 这一次用卷春辣椒 然后下一次我们有海味小卷酱 就用海味小卷酱 都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很多元的去尝试 不同的食物食材都是一件好事 在偶外加码进入磕蛋 然后再把小番茄放进来 这就是我晚餐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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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